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赛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ontest contest 好 这个词中文很简单就是比赛 这个比赛呢 在英语中很多词都表示比赛 像什么contest 像什么match,game,race 好多好多 但是用contest这个词呢 它既可以放指普通的一般的比赛 也可以专门指呢 由裁判组来打分的比赛 这个比赛看是谁最后得分高 像什么艺术体操比赛呀 什么选美比赛呀 等等等等 跳水比赛 看最后谁的打分高 这种比赛倾向于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test 我再说一遍 它既可以放指普通的比赛 也可以专门指 由裁判组打分的比赛 你比方说 a speech contest 这是一个演讲比赛 评逼第二名 得看裁判打分 a beauty contest 这是个选美比赛 由裁判来打分 选美比赛不可能正面交锋啊 那种摔跤了 对吧 a dance contest 一个舞蹈比赛 这个并不是柔道比赛 它不对垒 最后比赛完之后比打分 这个时候用contest好一些 那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双方啊 两方队员 或者两个球队 来正面对抗的这种比赛 这种比赛 一般可以用game或者match 在美国呢 用game更多一些 在英联盟国家 用这个match更多一些 跟老师再读一遍game match 这个都行 但这一般是两个队员 两个选手 或者两个队伍 两个球队正面对抗的比赛 比如说 a boxing match 这在美新跟店 三次二十一个见过 一个场拳击比赛 当然也可以用game a basketball match 或game 篮球赛 football 足球赛 volleyball呢 这是我们常说排球赛了 你看这种两个队员 或两个球队正面对抗 交锋的比赛 咱们一般叫game 或者match 都行 match 用这个英联盟国家 更多一些 我们在复习刚刚说过 game如果复数的话 我们用games 这个一般就翻译成 什么运动会了 我们常说 奥林匹克运动会 The Olympic Games 注意 这个必须加S 即便是某一次运动会 也必须加S 友好运动会 刚刚说过叫 Goodwill Games 就好了 这是指运动会 那还有一种比赛 就刚才我们说 那个race 这个一般指什么呢 这个一般指竞速的比赛 看在单位距离之内 谁用时最短 完成这个整个 这么一段距离 竞速比赛 你看contest是比打分的 match是比双方对抗的 而这个呢 也不是双方对抗 是看谁用时最短 这种叫race 你想 a car race 赛车 a boat race 赛停 a horse race 赛马 a swimming race 游泳比赛 他比的都是双方 在同一段距离之内 谁用时最短 这种比赛 用race更好一些 那跟他还有类似的 比如说 我们经常用open 这个字数名词 也是一种比赛 咱们叫公开赛 尤其是网球公开赛 用着用的特别多 The US Open 美国公开赛 The British Open 英国公开赛 用open这个词 叫公开赛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锦标赛 巡回赛或系列赛 淘汰性质的 双方淘汰一个 留下一个 再进八强 进四强 这种锦标赛 或者系列赛 巡回赛 咱们用这个词 大声来没 tournament tournament 淘标赛 淘汰性质的这种锦标赛 还有我们经常说冠军赛 也是一种比赛 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championship championship 这叫冠军赛 是什么意思呢 就各个地区啊 它的第一名到了一块 再分出谁是王中之王 叫欧洲冠军杯比赛 各个国家俱乐部的第一名 到一块再比赛一次 这个感觉就冠军赛 好 这是我们有关比赛的几个 这个重要用词的总结 这个单词跟老师就学到这儿